俗话说,热水泡脚,赛事人生,富人吃不要,穷人就泡脚。 在白天市高墙的工作,使我们一天都绷紧了神经,加上整预劳碌斑驳小腿的肌肉酸痛。 到了晚上,都会选择泡一泡脚来放松一下身心,泡完脚后出了一身汗,感觉整个人都非常舒服,有助于我们快速进入睡眠。 但是,热水有风险,泡脚需谨慎。 这个脚,我们该跑还是不泡呢? 下面,我来为你解答,热水泡脚有哪些好处? 现在发达的医学也表明,人的双脚上存在着与个暂所器官相对应的反射区,泡脚时可以刺激这些反射区,扩张血管,促进人体血液循环,调理内分泌系统,增强人体器官机能。 促进身体健康,要发挥泡脚最大的作用,最好是在晚上9点左右泡脚,因为此时吃肾经济血比较衰弱的时辰。 此时泡脚,身体热量增加后,体内血管会扩张,有利于活血,从而促进体内血液循环。 热水泡脚的误具有哪些? 有些人喜欢泡粉汤的热水,以为可以杀菌,有些人喜欢从水很烫泡到水全凉了,有些人喜欢在水快凉的时候添加热水,持续泡一两个小时,还每人行名都泡脚更养生。 然而,这些统统都是错误的做法,泡脚可不是随便泡一下热水的,真正会养生的人要懂得这些道理。 泡脚最佳时,长在30到45分钟左右,最佳水温来自12度,最佳泡脚时间是晚上9点左右。 饭后,睡前不要泡脚,凡事都要遵循一个制度原则,泡脚也是,可不能认为脚泡得越多泡的时间,越长泡得越烫就会越好。 热水泡脚的禁忌是什么? 静脉剧张,长鸟病,下肢动脉硬化主色,有心脏疾病的患者,不能用热水泡脚,以免加重疾病,吃得太饿不能泡脚,太饿时血压低,这时泡脚容易导致血润,吃得太饱,泡脚则会导致消化系统的血液供应不足,消化过程受足,温馨提示,身体健康的人坚持每天泡脚,对我们的身心有很大的注意。 但是,有些伤伙伴觉得夏日炎炎,泡脚会出汗泥在身上不舒服,就没有再去泡脚了,这是错误的想法,因为夏天的天气比较湿热,在这个时候身体就很容易被湿气侵袭,而泡脚恰能去吃,在这时加入一些中药,效果就更协助了,保健养生,先从泡脚做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